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了一年一度的外交世界会议 外交世界会议的意义非凡 它是法国驻外100多个国家的世界 每年夏天参加之后都必须回到巴黎参加的世界会议 会议上最高领袖要对现今的国际局势进行总体分析 并且对法国的总外交基调定下一个大方针 2018年马克龙主持的外交世界会议的总基调 是特朗普破坏全球化欧盟必须维护团结 而过了一年到了2019年 马克龙在世界会议上的发言出现了重大转变 在这场会议上马克龙做出了罕见的叹息 他哀叹西方霸权已尽末率 基于目前全世界民粹主义分歧永远的大环境 美国大头该行美国第一美国最强最伟大 其他国家也纷纷跟进我们国家才是最伟大 其他国家都占我们便宜在这种大环境迅速往右转 往保守与偏见转的世界里 你就更难听见一个人的反式了 尤其是一个大国领袖的反式 你敢想吗 特朗普会说出西方霸权已经墨率这样的话吗 特朗普不可能讲 其他大国领袖也不可能发出如此哀叹 唯独马克龙深刻意识到了文明的分项正在转变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 马克龙在这场重要的演讲上到底讲了什么吧 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在座的使节们比我更了解这个世界 国际秩序正在被一种全新的方式给颠覆 而且我敢肯定地说 这是我们历史上经历的一次重大颠覆 它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具有深远影响 它是一次国际秩序的转型 一次地缘政治的整合更是一次战略重振 是的 我必须成了西方霸权或影迹终结 我们已经习惯了一周至18世纪以来 以西方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这是一个源自18世纪受到其门运动启发的法国 这是一个源自19世纪受到工业革命引领的英国 这是一个源自20世纪受到两次大战崛起的美国 法国 英国 美国让西方伟大300年 法国是文化 英国是工业 美国是战争 我们习惯了这种伟大 它让我们对全球经济和政治掌握着绝对的支配权 但事情正在起变化 有些危机来自我们西方国家置身的错误 而有些则来自新兴国家的挑战 在西方国家内部 美国在面对危机中的多次选择错误 都深深动摇着我们的霸权 注意这不只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的 照在特朗普之前 美国的其他总统也做出了其他错误选择 克林顿的对中政策 小布什的战争政策 奥巴马的世界金融危机 以及量化宽松政策 这些美国领袖的错误政策 全都是动摇西方霸权的根本错误 然而我们却又极大的低估了新兴大国的崛起 低估这些新兴大国的崛起 不是这两年才开始的 而是早在十年或二十年前 我们打从一开始就低估了他们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和俄罗斯在不同的领导方式下 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印度也在快速崛起为经济大国 同时它也在称为政治大国 中国 俄罗斯 印度 这几个国家对比美国 法国和英国 我们不说别的 光是他们的政治想象里 都要远比今天的西方人强 他们在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后 开始寻找主义他们自己的哲学和文化 他们不再迷信西方的政治 而是开始追寻自己的国家文化 这和民主不民主无关 印度是民主国家 他也同样在这么做 寻找属于自己的国家文化 而这些新兴国家找到了自己的国家文化 并且开始坚信他时 他们就会逐渐摆脱 西方霸权过去管输给他们的哲学文化 而这正是西方霸权终结的开始 西方霸权的终结不在于经济衰落 不在于军事衰落 而在于文化衰落 当你的价值观无法再对新兴国家输出时 那就是你衰落的开始 我认为目前这些新兴国家的政治想象力 是高于证我们的 政治想象力很重要 它具有强大的凝聚内涵 能够引出更多的政治灵感 在政治上我们不能不做的更大胆点 新兴国家的政治想象力远超过今天的欧洲人 这一切都生生地震撼了我 中国已经让7亿人口脱贫 未来还将有更多的人摆脱空 过去一年中产阶级的愤怒 让法国的政治秩序发生了极深刻的变化 从19世纪以来 法国人的生活就是一种平衡中 个人自由民主制度富裕的中产阶级 这三者是平衡法国的政治的三角架 但是当中产阶级不再是我们国家的基石时 当中产阶级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 当他们对于政权产生怀疑时 危机就诞生了 他们就会对民主与市场制度产生根本的怀疑 这样的制度还能让我获得更好的生活吗 他们有权利这么怀疑 并且也有权利加入到激进的政治运动中去 至于美国 美国人虽然同属西方阵营 但他们一直与欧洲有着不同的人道主义标准 美国人对气候问题 对平等对社会的平衡敏感性 和欧洲并不是以相同方式存在的 美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存在明显差距 其实美欧深深的结盟 但我们的差异一直存在 特朗普的上台只不过是将原本的差异放大化了 我必须强调欧洲与美国不同 让欧洲长时间跟随美国 将俄罗斯从欧洲大陆驱逐出去 这样的政策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美国需要让俄对立 让欧俄需要吗 欧洲配合美国驱逐俄罗斯 这可能是欧洲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错误 驱逐俄罗斯的结果 就是普京别无顺择地必须去拥抱中国 而这正好给了中国与俄罗斯抱团取暖的机会 让我们的一个竞争对手与另一个对手相结合 形成一个巨大麻烦 这就是美国人的做法 如果欧洲不驱逐俄罗斯 俄罗斯的政策也绝不会那么反习反 那如今在地缘政治上给予中国的帮助 也就不可能那么多当欧洲的问题在于军队 因为北约的存在 欧洲想要再组建一支欧洲军队变得非常困难 而只有欧洲军一天不存在 欧洲就一天要受到美国的政治指令操控 特别的是当我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谈到这些时 我们都是悲观的 目前的欧洲没有人拥有这种能力去逐建一支欧洲军 更没有人对这项重大的战略性政策给予投资 但欧洲军是制衡美国的关键点 没有欧洲军 欧洲就没有真正的独立性可言 美国是盟友是我们长期的盟友 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长期绑架着我们的盟友 法国是一个强大的外交国 是安理会常论理事国更是欧盟的新长 让俄罗斯脱离欧洲或许是一个绝对深远的战略错误 法国如果无法将俄罗斯拉回欧洲 那也不愿意再继续参与 加剧紧张局势与顾虑俄罗斯的政策 目前俄罗斯与中国都没有要结盟的兴趣 但没人敢肯定 他若西方世界在步步紧逼的话 中国还会不会如此肯定地说 我们不会结盟 我们朋友的敌人就一定是我们的敌人吗 俄罗斯是美国的敌人 那他一定是欧洲的敌人吗 我们需要建立欧洲自己的新的信任与安全架构 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 那欧洲大陆将远无凝律 重建欧洲的主权 经济主权 国反主权 边界主权 不由这样才能真正地加强欧洲的一体化 而不受外界其他国家的感浪 让我们拥有强大而一致的外交 在目前西方霸权受到挑战的时刻 我们更应发挥各自的政治想象力 掌控欧洲人自己的命运 将控制权还给我们的人民 在外交上 我依靠你们发挥重要作用 我不甚感激地提出这些要求 我将永远在你们身边 伊朗法国成为引领一系列重要政治问题的核心 使得我们的世界在世界各地都有强大的代表实力 让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 超越我们的国家利益 让我们的价值传遍世界 共和国万水 法兰西万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